主席我们怎么解读这句话 因为柯文哲其实要选不是新闻 只是说就像刚才议员有提到 国民党里面谁可以让柯文哲 柯批知难而退呢 柯文哲这样讲意思就是 我就是要算 我就是要做账 我为什么要去当人家的副手 所以其实如果要说什么蓝白河 是不是在这一句上面 就已经破局了呢 来主席 这个国民党的总统好参与 其实跟很多的分析是有关 包括中国的态度 我认为你如果站在共会的态度 他会比较希望主理论 因为已经有那个联络管道 你如果郭台铭 郭台铭其实我们大家觉得 他跟阿姜会比较好 但是不是因为他跟美国也不错 最差的如果跟共匪的关系 何友也是最差的 他那边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如果是新生代 我认为郭台铭不一定有利 因为老实讲我们这几年那个社会经济不好 大家有点反商情节 尤其年轻人 你老子走起来 我又倒你 你又这个政地跟商业又结合 那不得了了 但是有一些反而是一些企业族 他会觉得郭台铭出来 可能会打一条路出来跟中国 所以每一个阶层 每一个族群 其实他们对他们三个看法都不一样 但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赖清德才变得有机会 我一年有可能 民进党还可以 但柯文哲的 我一直把柯文哲认为他是年轻票 是 跟蓝营的票 他会输到这种票 所以他如果禁止三老队就是看 什么人有我就会撤下来 我一年还是有钱人可以撤下来 但是这样其实也有讲